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接受一下正元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以及你和你的正元到底是哪一种缘分呢 是哪一种妙不可言的状态呢 以及你们相遇的情节 同时我们也通过陶罗牌来接受一下来自宇宙 来自守护天使给你的指引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加快你与自己的正元 早一点见面早一点遇见呢 希望通过牌卡我们接受到更多有价值有意义 有趣味的关于我们正元的讯息 所以提前给大家洗好牌抽好牌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三组塔罗牌组 每组牌卡都是不同的能量 左边是第一组鸽子 中间是第二组猫头鹰 最右边是第三组蚂蚁 为了跟牌卡进行一个能量最准确的连接呢 我们要来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小仪式 请大家闭上眼睛 深呼吸 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 让我们在最舒适最放松最和谐的呼吸状态 排出所有的杂念 然后我们在心中默想 亲爱的塔罗牌 亲爱的宇宙 请你让我于未来的正元进行一个能量上面的连接 给我一些指引吧 感谢你的指引 好 当我们睁开眼睛 看见的那一个方向 或者是那张牌卡 就是那组牌卡 要给大家的讯息咯 学好了吗 老师这边将从左至右的顺序 为大家读牌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Jesse的频道 记得订阅Jesse的频道 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等 同时也感谢大家一直在分享 一直在订阅Jesse的占卜世界 所以这也是给我最大的动力 老师也会通过视频不断的给大家美好的能量 让我们一起去打造更完美的未来吧 好 那现在开始为大家读牌咯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一组 选择鸽子牌卡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 你与正元的能量的这种连接 宇宙会给你哪些讯息呢 首先你选择这张鸽子 代表你正元的现在的时态 它就像鸽子一样自由自在的 现在的它应该很年轻 现在它还没有稳定下来 它也不想安静的待在家里面 它是这种放飞自我的状态 它还喜欢很群居 或者是一大群人的生活 现在它非常注重朋友 非常注重人群 所以呢 现在你不会跟它相遇 因为它还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 因为它虽然心里面想稳定下来 享有这种家的安全感 但是呢社会的诱惑还比较多 朋友对它的邀约也比较多 现在它非常注重自己的人生自由 非常注重自己去享受这种玩乐 享受这种等于朋友的聚会活动中 所以它现在只适合短暂的恋爱 并且呢它也要去学习很多的恋爱技巧 学习很多的人生的经历 经历哦 要去感悟友谊 要去感悟亲情 要去感悟爱情 当他真正懂得爱情 当他真正懂得想稳定下来 有个稳定的家庭之后呢 你们就会相遇 但是不要担心哦 现在呢它是一只鸽子 但是在与你相爱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条鲸鱼 你知道吗 鲸鱼也是爱自由的 但是呢鲸鱼的爱自由的状态 跟鸽子是不一样的 因为鲸鱼更注重自我 或者是更注重于自己最亲密的人生活 鲸鱼是那种闭口不谈的人 他不太喜欢高谈论阔 他不太喜欢群居生活 他不太喜欢走哪里都是一大帮之人 但是他很喜欢不管去到哪里呢 都有自己最爱的人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他是那种很低调的比较谦虚的 然后呢 只在自己的恋人或者是家人面前 有一些调皮呀 有一些活泼的举动 在外人面前呢 可以看见他也是一个有面子思想的人 他也是一个注重名声 注重格调的一个人 所以可以看见呢 他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你的证源将在他比较成熟的状态下 与你相遇哦 他现在呢还不太成熟 那现在呢还是呼朋喊友的状态哦 但是当你们相遇之后 他就会很爱很爱你 他会非常踏实的想跟自己的恋人在一起 那那个时候呢 他也玩耍过了 该品尝的 该尝试的一些年轻的这种欢愉呢 也经历过了 所以呢内心应该是更加的收敛了 那那个时候呢他追求的人际关系呢 就不是简单的很肤浅很表面的 大家在一起开心玩乐就好了 而是呢 真正留下在他身边的人都是真心诚意 可以沟通可以交流的人 所以呢这个人呢是一个可靠的伴侣哦 非常的好 同时呢遇见的伴侣哦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的 反而会让你更加的踏实一些 因为他不会再受到很多事情的诱惑 他已经感受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他最想要的就是稳定 最想要的就是踏实跟安全了 而这个时候你将出现成为他的伴侣 成为他的恋人 成为他想真正守护保护的人哦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缘分呢 第一张牌卡就是wait the time 第二张牌卡呢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哦 你们双方其实是有物理连接的 第三张牌卡呢就是门已经打开 需要卖出或者是通过 实际上呢这三张灵魂牌卡哦 给我一个能量感受到你们两个人应该是双生火焰 双生火焰是有别与灵魂伴侣的 那是怎么讲 双生火焰实际上是指我们自己本人的 镜像的灵魂就是跟自己很像的一个人 因为一个主灵魂呢实际上是一分为二了 这两个灵魂本质上一致 但是呢又各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你们两个人是互相平衡补足的状态哦 而且呢虽然有时候你们会充满激情 但有时候呢也会令人痛不欲生 两个人很像 并不是互补的状态 而是两个人可以达到很好的平衡的一种状态 你们两个人是从灵性上 互相促使成长的这种情况哦 你们会深深的受对方所吸引 你无法解释 当你遇见他的时候呢 你就是不自然的会迷恋他 而且呢你跟他在见面当下呢 虽然曾经你们数为谋面 从来没见过 但是你们的直觉就会觉得 好像你们早已经结识了 好像你们早已经认识了 非常熟悉的一种感觉 那另外呢你的双生火焰正元呢 他会让你勇敢的抛开所有旧的观念 然后你会用崭新的角度和他去讨论任何的想法 同时你这样去接纳更多的一些意见 更多的一些想法呀 你会更加的有宽容心 会更加的有理解力 而且你们两个人生观 价值观 婚姻观 性格都非常非常的像哦 你们是阴和阳的缩影 在灵魂中欠缺的另一半 他是可以填补你空虚的部分 你们两个呢 一个是阴一个是阳 彼此可以完全的平衡 恰到好处 同时你们的关系会发展的非常的神速 一旦你们遇见彼此 就会终身的难忘 你们的感情也会随着时间 而越来越浓厚 你们不只是对方的老师 好朋友 闺蜜 兄弟 你们甚至是对方的心理医生 是可以治愈对方 是可以填补对方 心中缺失的那一块领域的 亲爱的朋友们 非常的幸运哦 你的阵源将是你的双生火焰 你会觉得这个人跟你好像有时候 你们会不约而同的说同一句话 或者是不约而同的做同一件事情 你们现在其实就是有能量上面的连接的 你知道吗 有可能呢 你们现在都在人生进行转变的过程 都在学习的一个过程 冥冥之中 你可能正在做的一些能量上的转变 他正在也在经历 也在进行的能量上的转变 其实你遇见他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但是现在呢 你们还是需要一些经历 需要一些感悟 才能让你们勇敢的迈出你们的步伐 勇敢的让你们跨过幸福之门 与对方相见的 不用着急哦 门已经打开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最好的时机 他跟你现在可能都还是鸽子 你们可能呢 还在感受自由 还在感受放纵 还在感受飞翔 还在进行学习 要学习爱自己 学习爱他人等等的 但是多一些耐心 不要着急 该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相遇的故事 第一张牌坎是宝剑四的正位 全战国王正位 炼人正位 以及太阳的正位 你们两个人呢 应该都是在自己最 relax 正在用休息的状态下相遇的 在这种时刻呢 其实并没有想着我一定要进入恋爱角色 我要结婚的这种状态 而是呢 你在做一个自我调整的这种周期 你在更新自己能量的这种周期 当你们见面的那一刻四目相接的时候 你的灵魂可一下子就变出对方了 明明可能是你们第一次相识 但是你感觉彼此就非常像这种熟悉的 不得了的好朋友 可能曾经在哪里见过 或者是在梦里面见过 或者是有灵魂的记忆 你惊讶于对方带给你的这种熟悉感 然后呢 你们两重交流 你们两重这种互相的这种眼神的这种暧昧 以及你们自己的这种发展是非常非常快速的 实际上呢 你们认识的时间不久 你们就进入到了关系上面的确立 蓝老师讲的这个关系上面确立就是身体上的 所以呢 当你们确立关系之后 你们两就知道 这一段感情 这一个人不可能再淡出你的世界了 同时在对方身上 你有非常强烈的安全感 你们互相是要有很强的这种洞察力跟理解力的 没有任何必要向对方隐瞒 你们可以完全的在对方面前表现出自己最真实 最自我的那一面 在别人面前是做不到的 你不会百分之百的吐露你的真心 或者是有时候还是要伪装一下自己的形象啊 保持一下自己的端章啊 但是在他面前你可以做自己最丑的那一面 因为你有很强的这种安全感 所以呢 在进入恋爱之后 会非常的有激情 有非常的愉悦 并且有一种光芒四色非常快乐的感觉 而在相遇之初呢 可能有一个人会更加的主动一些 有一个人可能更加的被动一些 因为我感受到这份情感里面充满了追逐求爱的行动能量 好在他是正缘哦 所以是绝对不会错过的 这种感情呢是非常长久的 因为双生火焰是你们前世今生发生的一些恩怨的情仇 当然很多不同的因素 不同的人会造就的这种结果 你们是有着无法切断的联系的 就有点像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感觉 就是即便你们出生在仇人的对家里面 你们两个人还是会相见相爱的 这个爱呢 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恋爱 或者是亲人之间的恋爱 双生火焰相遇是因为需要一起去平衡和化解前世所积攒的能量 去完成一些未完成的心愿 当你们在一起之后呢 你们会完完全全的懂对方在想什么 你们根本不用猜忌对方的想法 而是直接可以洞察到对方的内心 是很懂对方的人 你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兴趣 所以在这份感情里面呢 你们的磨合期是比较少的 你们的这种纷争啊 冲突啊也是比较少的 大多数时候呢 只要双方更多的给一个眼神啊 或者是简短的一些话语就明白 真正想追求的是什么 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是非常好的 两个人可以达到非常的和谐的状态 非常的阳光非常的开心 所以这份情感呢是很美妙 是很有爱的能量的 这么好的一段恋情 怎么样可以让他 怎么样可以让正语人加快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现在呢给你三个指引哦 第一个就是改变 第二个就是迷宫 第三个就是礼品正语 最亲爱的 你需要像一个脱皮的蛇一样 你必须脱去旧的没有价值的 或者是让你的人生没有更好转变的一种状态哦 你必须退去你自己的保护色 或者是你给自己设定的一些结线一些束缚了 有一些思想 有一些行为模式都要做大的一个改变 想一想 如果说在感情里面你过于被动的话 那你就要开始让自己主动起来 如果说有人看着你的眼睛 你马上把自己的眼神避开的话 那你就要锻炼自己了 好吗 让自己更加的勇敢一些 让自己更加的掌握主动权一些 让自己愿意去表现你自己的魅力 等等的不管是外在啊内在啊 还是我们的性格上面都去做一个改变 如果在感情里面你不敢于表白 或者是不够勇敢的话 太过于羞涩的话 那你就要锻炼自己的不足的之处 在这个地方呢 要让自己的优点更加放大化 让自己的缺点呢 可能去做一些改变 提升自己 你现在要进入到另外一个更高的能量场 才会遇见你自己的正缘哦 所以好好的调整 那第二张牌坎的就是迷宫 你现在必须清楚的看见方向 才懂得在未来把握机会哦 如果说你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怎么样的一个正缘的话 那即使这样的一个缘分出现在身边 你可能也不会有十足的信念去勇敢抓住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只有在你真正想获得的目标上面 你才会最大的发挥你自己的钱哦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正在寻找自己的正缘 是你希望有婚姻啦 是你希望有人来疼爱你 来宠爱你 来让你幸福了 但是这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品质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业领域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 你希望选择什么样的人进入婚姻呢 有的人呢很适合调皮的人 有的人呢很适合自由的人 有的人很适合安全的人 找一找你自己 你真正想要的婚姻状态 你真正想要的人生状态是什么样子 只有你清楚你自己想要的恋人是什么样 自己想要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时候 你才不会让自己迷路哦 你才会争取到或者是创造这种机遇 遇见自己的正缘好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正缘呢 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很成熟的人 很有稳定性的人 那你就尽量少去娱乐场所 是因为你去错地方 肯定找不到对的人了 如果说你希望自己的人呢 是一个自由的 喜欢旅行的 那喜欢爱笑的人呢 那你可能就自己要多去旅行啊 多去做户外活动啊 只有在这种场所 只有在这种能量场 你才会找到自己想要的正缘 不是吗 所以呢 现在要让自己开始去思考一下了 思考一下 你才知道 什么时候该进 什么时候该退 你才不会再迷路哦 好 那第三张牌卡呢 就是礼品正宇 知道吗亲爱的 给别人机会 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机会 给别人祝福 实际上就是给自己祝福 在你得到爱之前 你要先学会爱别人 我们希望被宠爱 我们希望接收到甜言蜜语 我们希望别人把我们当公主 或者像当王子一样的来守候 但是在我们希望得到这些 所有的能量之前 你必须要学习爱情是什么 你必须要学习怎么样 让你心爱的人心甘情愿的守护你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呢 多疼爱一下你的家人 多疼爱一下你的朋友 多疼爱一下你的同事 这个时候去学习爱的能量 去让自己变成一个很温暖 很舒服 很有魅力光芒的一个人 在不断的提高自己能量场之后呢 那当然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 因为这个时候 你已经准备好舍弃你的自由 你已经准备好 成为一个好的恋人 成为一个好的家人 成为一个好的妻子 或好的老公 成为一个值得成家的人 值得进入婚姻的人 只有你变得一个 可以有能量有能力 进入到婚姻状态之后呢 正缘才会出现哦 所以现在开始学习烹饪吧 学习陪伴自己的家人呢 学习人情冷暖啊等等的 你知道吗 你有做的多好 你有多优秀 那你未来的正缘 他就会有多优秀 你多喜欢表达你对自己 家人的爱 家人的思念 那未来你的正缘 他也会真正的给你甜言蜜语 也会去不断的表现的 如果你是一个修设给予爱 如果你是一个修设 去讲甜言蜜语的人 那你为什么要去要求别人 对你讲甜言蜜语 别人对你讲欣赏或者思念的话语呢 不是吗 所以亲爱的 想要自己快一点遇见自己的正缘 或者是遇见自己希望的那个正缘的话呢 首先你要变得更加的美好 首先你要退去你的保护色 让自己变得更加积极阳光健康 有魅力 那亲爱的朋友们祝福大家 好好的调整自己 尽快遇见自己的正缘 让我们赶快迈入幸福之门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二组排卡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正缘 宇宙将给你哪些讯息 首先你选择的这张排卡是猫头鹰 可以看见你现在正缘的状态 那他肯定就是一个不太注重生活规律的一个人啦 还是一个不太保养的夜猫子 喜欢夜晚思考 喜欢夜晚活动 并且呢 在他自己现在的世界里面 可能自己一个人也是自由自在 完全没有太多的操心 或者是没有责任感的情况 他应该蛮享受他现在的这种无拘无束的 可能日夜颠倒的生活节奏 因为他现在呢 还没有准备好要进入婚姻家庭中 要成为一个好父亲 或者是要成为一个好母亲 对他来说呢 可能有些为时尚早 他现在可能蛮喜欢这种无拘无束 没有人管理的 没有束缚的这种自由的情况啊 摆脱了自己的父母啊 可能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独居啦 然后呢 也可以跟朋友经常进行一个聚会啦 经常一心心娱乐啦 所以他现在的生活规律呢 还不是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 还不是在糟酒玩五的这种情况下 所以呢 要等待他足够安定的情况呢 你们就会相遇的 但是不用着急哦 当他遇见你之后 当他进入到恋爱角色中之后呢 他就会变成一只老虎 我们都知道老虎很注重自己 以及注重自己领地的一个国王 所以呢 虽然他现在可能还没有责任心 但是 他会为了你变得一个很有责任心的 注重自己的强大 可以保护自己家人 保护自己想保护的人的情况哦 而且呢 两张牌卡猫头鹰跟老虎 我们都可以看见 你未来的正元 他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人 他有很强的主见 并且呢 他是一个越出越有 自强自大的一个人 他没有太多的这种依赖感 特别是在感情中 事业中 还是在他自己的性格中呢 他都是有很强的能量的 他希望呢 任何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中 也希望呢 不管是感情 还是他的人生步伐呢 都是在一种舒适的情况下 并且 他是有高的这种欲伟 希望有高的这种名声 希望有高的荣誉 希望有高的权利等 他希望呢 自己有足够的本领 自己有足够的条件 再去谈恋爱 再去谈婚论嫁 有一定的事业成就 或者是有一定的领土之后呢 再去寻找自己的老虎女王 或者是老虎国王哦 看见这个人呢 是胸怀大志 也是一个蛮有力量 蛮刚强的一个人 也是蛮勇敢的一个人 不太胆小啊 遇见自己喜欢的人 遇见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是愿意努力去追求的 所以在情感里面呢 他应该很希望掌握主动权 很希望掌控 那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希望给自己的家人 足够的安定 足够的安全 不管是在财富方面呢 还是在感情方面呢 他都是希望可以成为家人的依靠哦 所以这个人呢 他内心是非常的坚强 并且坚定的 他的信念是满足的 和这样的人呢 进入到婚姻状态中呢 你可能会比较省心 没有那么多的麻烦 因为所有的这种挑战啊 所有的这种阻碍啊 他都是愿意去一一的 突破一一去解决的 虽然有时候呢 可能会比较强势一些哦 但是任何事情他有利 必然他有弊嘛 但是呢 强势的话呢 你自己就要轻松自在很多了 那这一点呢 你要明白 当你们以后 进入到恋爱角色之后呢 你就要以柔克刚咯 对待他呢 凡事都赞扬 凡事都表扬 凡事都包容 凡事都支持理解的话呢 他会给你最大的爱的 他会感受到你的崇拜 他会感受到你的体谅 并且呢 他会做得更好 他将会更想保护你 更想去坚守自己的领地 创造更多的财富 给家人更多的领土的 好 接下来看一下 你们俩到底是哪一种缘分关系呢 第一张牌卡是 呼唤灵魂的礼物和训练 第二张牌卡是 地球的脉轮 那母亲的脉搏慢下来自然时间 第三张牌卡是七星姐妹创作 好 那灵魂牌卡让我看见 你们俩实际上是互相扶持 一起成长的灵魂 你们很可能是灵魂伴侣哦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他可能不但是你一个稳固的伴侣 他还会成为你终身的最亲密的闺蜜 或者是兄弟 你们无话不谈 你们彼此能够看到对方身上的优点 会去非常的羡慕 但是绝对不会去嫉妒对方 或者是挑剔对方 你们看到对方的缺点 也可以是包容的 并不会去嫌弃的 有时候呢 你可能还会觉得 对方的缺点是蛮可爱 是他独特的地方的 你们两个人是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 而且呢 你们两个人的吸引力是 不会随着时间消逝的 而是随着时间呢 你们会越来越爱对方 而且在感情室的世界里面 你们不会限制和捆绑对方 你们会希望彼此呢 都是有自己独立的时间 都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的 你们非常尊重对方 不会想要控制或者是改变对方 这是非常好的 你们会最大的包容 接受对方的缺点 同时呢 你心里有什么困惑或者是想法 你第一个想到要讲的人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伴侣 就是你的证源 因为知道你的证源会理解倾听 并永远站在你这一边的 他会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而且呢 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 他会陪伴着你 当你情绪激动的时候呢 他也会默默的走开 等你冷静了 他会帮你分析 就是啊 跟你沟通 会跟你商量 跟你分析 同时呢 你们的价值观呢 也是越来越相近的 你们会是共同的成长进步 而且你们两个人的思想上面 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你们会在人生 有共同的人生目标 你们想希望一起去计划 你们的未来 而不是单方面的去掌控 你们的婚姻状况 所以两个人呢 在婚姻里面呢 在恋爱里面呢 都是会懂得牺牲的人 愿意为了对方改变自己 也希望跟对方可以一起成长的状态哦 这是非常好的 非常和谐的一种模式 并且呢 你们俩是有点性格互补的情况 虽然有时候呢 可能会一强一弱 但是呢 你们俩情商都不低 你们俩都知道 哎 强 对方强势的时候呢 自己就该弱下来 那我们以柔克刚 用布来包石头就好了 你们会一起享受人生 一起享受地球 一起去创造你们美好的未来 这是非常棒的状态哦 你未来的正远 将是你的灵魂伴侣 好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相遇故事 第一张牌卡是五角星国王 第二张牌卡是圣杯二的正尾 第三张牌卡是国王 第四张牌卡是五角星侍仇 你们两个人呢 是在结婚之后哦 然后大家的财运越来越好 财富累积越来越多的 实际上你们两个人 都是比较务实派的哦 并没有太多的就是 做白日梦的时刻 你们是可以互相去帮助 然后一起去累积财富 让你们的生活质量慢慢的提升 越来越好的 在相遇的时刻呢 你们是在一个物质世界 一个进步的环境中相遇的 我感受到了一种学习的能量 也感受到了一种一见钟情的状态 很可能你们是在学校啊 或者是在公司啊 或者是在培训 或者是在学习 或者是在一些商业沟通 商业合作中遇见对方的 然后呢 你们都是为了共同的一点哦 就是让自己进步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 这样的一种场所里面相遇的 在你们相遇的那一刻 你们就一见钟情了 就喜欢上对方了 可能在当下呢 并没有想到 你们会进入到婚姻状态中 但是在当下 有这种心动的感觉 有很强的吸引力 在当下呢 看到对方 你是会觉得非常的舒适感的 而这种心动呢 不仅仅是外表的这种感觉啊 而是你们可以非常顺利的交流 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沉默的时刻 也不会有任何焦虑的时刻 一旦你们开始交流 开始沟通之后 所有这种尴尬 或者所有的陌生都被打破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这种状态 在情感里面呢 两个人都是互相尊重 都是互相理解的 而且呢 当你们恋爱之后呢 两个人都不是情绪化 而且非常理智哦 非常的共进的这种情况 虽然有可能 你们其中有一个人的恋爱经验 并不是非常的富足 或者是没有太多的技巧 没有关系 是有很强的信念的 会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 从对方身上提取到优点 让这份感情更加的完善 让这份感情更加的完美 让这份感情更加的甜蜜的 两个人对这份感情信念 其实都是满足的 而且呢 大家都是很进取乐观的一种心态 当双方出现意见不合的时候啊 或者是双方出现一些纷争的时候呢 你们会及时的调整过来 不会出现冷战 不会出现断联 或者是不会出现脾气暴走的情况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导致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是非常的紧密 没有人可以挑战你们的这种紧密感 在对方的心中是无可替代的 而且在这种情感里面 你们都会督促对方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去变得更好 像这种爱呢 不仅仅是男欢女爱 而是最大的爱的支持的能量 这是非常棒的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特别的证源 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我用什么样的一种能量 才会加速我们相遇呢 首先第一张牌卡就是主权 当然你在独立自主 在一种自己说了算 自己足够掌握主权的能量下 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 你们有的人呢 可能还在受到父母的管束啊 有的人呢 可能还在受到父母的金钱的支柱啊 有的人呢 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独立 自己呢可能事业现在是一半 还没有到让自己可以封衣足食 或者这样是一种稳定的这种情况下 或者是有的朋友呢 现在内心呢还没有准备好 虽然你在想我要进入婚姻了 但是你自己呢 不管是从技能方面 还是生活照顾自己方面 你可能都还没有准备好 你没有准备好 去宣示自己的主权 是可以去照顾别人的 是可以跟别人长相失守的 这样一种状态 当然就不会遇见自己的正缘了 所以现在呢 让自己更独立一些少一些 依赖感一些 那这边呢也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一个人在家里面 没有办法待下来三天 你每天都需要跟朋友联系啊 或者是发短信啊等等的 如果你真的在家都进不下来的情况呢 可能你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状态中 所以你能够离开朋友 不依赖亲情 不依赖友情 在这种静心 在这种足够独立 足够有主权的能量下呢 你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哦 第二张牌卡呢 就是指导领导 那当然你就会跟随自己人生道路的步伐 那有的人呢 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到一种稳定的生活中 可能还有一种流动的气息 或者是呢 对有一些事情呢 还是需要去问问塔罗牌啊 问问占卜师啊 或者是自己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啊 还有一些比较茫然的情况 那当然在自己人生不知所措的情况下 还不知道人生道路 或者是未来婚姻状态 自己想要的婚姻样子 什么样子的情况下呢 当然你可能也不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哦 因为这个人呢 他不是救世主 他不是在你最混乱的时间 或者是最忙碌的时刻 跳出来拯救你的人 给你指引方向的人 而是呢 在你足够可以生活的很好 在你可以照顾到自己很好的情况下 他才会出现 因为那个时候呢 你也会有能力跟能量去照顾别人了 去逐渐家庭了 去创造自己的baby了 记住哦 遇见自己的正缘的时候 一定是可以负责任对两个家庭的时候 好吗 那现在呢 可以调整一下自己不用着急 第三张牌卡呢 就是冒险 同时 知道吗 当你对任何事情都无所畏惧 保持着好奇心 对新鲜的事物啊 新鲜的技能啊 新鲜的知识 都有更多渴望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哦 多去一些自己没去过的地方 多去学习一些技能 多去学习一些知识 对任何事情都愿意去接受 张开双手 拥抱生命 并且期待每天都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你抱着这种冒险心 你抱着这种好奇的期待之心呢 就会迎接你的正缘哦 如果每天你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安全稳定 最好是一成不变的情况下 那怎么样才会遇见新的人进来呢 所以呢 你愿意去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愿意去认识陌生的朋友 你愿意去自己从来没去过的地方 你愿意去品尝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 吃过的美食或者一种餐厅的话呢 只要去新的场所 你都是可能会遇到你自己的正缘哦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记住这三点 第一呢 让自己更加的独立 让自己呢完全可以很好的照顾你自己 让自己清晰自己的人生目标 要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后呢 去做 让自己更加快乐更加积极更加冒险的事情 好吗 亲爱的朋友们 那只要做到这三点呢 你跟你的正缘就会很快相遇啦 另外呢 对自己的人生多一点耐心 任何事情过程是最美的 结局只有一个 那就是入土为安 所以呢 享受其中是最重要 珍惜自己的时间 珍惜自己的生命 也珍惜身边出现的每个人事物 好吗 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咯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愉快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拜拜 哈喽 亲爱的选择第三组排卡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给你正缘的讯息 首先 蚂蚁呢 这张排卡代表着你现在正缘呢 他目前的状态 那就是 任劳任怨中 埋头苦干中 他正在为了社区的最高利益 而进行一个合作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同时呢 也是一个非常合作精神的人 同时呢 现在他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努力 可能正在努力学习 可能正在努力培养自己的技能 可能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工作 可能呢 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 或者是正在努力生活中 他心里面非常的清楚 当他有了一定的财富 一定的地位 一定的事业之后呢 他才能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 他才愿意进入自己的婚姻状态中 他现在呢 并不想被感情所分心 他可能呢 现在呢 正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能量 打造自己的未来 希望自己的生活在一种稳定 在一种安全 在一种他自己比较满意的情况下呢 他再进入到恋爱 所以这一点呢 也看得见 他是一个比较负责任心的人 并不是一个花花公子 或者是并不是一个玩弄情感的人 虽然可能呢 他现在有一些无趣 只知道工作啊 只知道拼搏啊 但是当他遇到你之后呢 他会变的哟 他遇见你之后呢 他将变成刺猬 变成一个更可爱的动物 那这个动物呢 就是成为光 成为爱与喜悦的状态 他会让自己更加的有个性一些 他会让自己更加的有气场 有特质一些 同时呢 他会变得内心更加的温暖 变得更新内心更加的喜悦 也变得自己呢 也会更加的有乐趣 你跟他在一起相爱之后 你会激发他内心的这种活泼感 会激发他自己的内心的这种调皮感 虽然有时候在磨合里面 会觉得他有一些小刺啊 但是呢 也不会刺痛你 他会给你这种保护的感觉 会给你这种安全感的 你跟他在一起呢 你会觉得不用有太多的担心 不用有太多的操心 他会给你舒适感 他会给你想要的舒适的生活 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进入婚姻 代表着他已经有一定的这种财富之后呢 他就会给你做出美好的承诺 这个人呢是踏实的 这个人呢是务实的 那这个人呢 他也是可以辛勤工作的 爱情与面包呢 他是都要的 他现在正在准备面包中 所以他不着急 等面包准备好了 他就会开始寻找他的爱情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他现在还在蚂蚁的时候呢 你也先保护好自己 你也先照顾好自己 让自己呢 也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当他准备好之客呢 你们就会相遇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到底你们是哪一种缘分哦 第一张牌卡是新地球 第二张牌卡是牡丹 第三张牌卡是蓝色火焰 知道吗 亲爱的 你的未来的证源呢 他可能是刚到地球的新灵魂 他还正在学习成为一个生命力非常强 非常有地球人情冷暖的人类的 这些知识这种感受 那他现在呢 灵魂的能量 他的天赋实际上是蛮强的 他现在正在配合着社会 他现在呢正在激发他自己的钱呢 并且学习合作的状态中 同时他自己有很多的才能 很多的天赋 他像一个牡丹一样 正在慢慢的开始盛放 并且呢他身上有很多多变的特质 他可以变成很好的人 可以变成很风趣的人 他也可能变成一个很坏的人 因为对他与灵魂来说 他对地球所有的事情 都是抱着很强的一种好奇心的 他愿意去尝试很多事情 那么在感情的世界里面呢 他其实也是一个白纸哦 他其实很容易受到你的影响 并且呢他也很尊重你的想法 他会接纳任何的新鲜的高维度的思想 他会接受任何的讯息 他自己有很多的super power 他有很高的能量 这个人呢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新鲜的想法 他会给你带来很多高维度的想法 因为他有很多的好奇心 他有很多的冒险心 同时呢他也有一些 来自于外太空的灵魂记忆 所以呢他会激发你内心的 他会激发你自己的南色火焰 他会让你觉醒 而这种情感呢可以是这种精神世界 柏拉图的优美也可以是人类七情六欲肉体的这种欢愉哦 因为他到地球呢是新灵魂 他没有曾经前生前世的业力关系 所以呢对于感情方面 人类的七情六欲方面 他没有太多的灵魂的记忆 所以在今生你对他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 所以对你来说重斗得斗重瓜得瓜哦 你希望这份情感希望这份婚姻是什么样子 全部在你手上 他对你所有的体贴 关怀照顾都是你交出来的 都是你引导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你对他有一分奉险 他会给你两分的回馈 而这两分的回馈呢 可能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悟性哦 他学习能力是相当强的 因为他有super power嘛 所以呢你教他讲甜言蜜语 你教他去做一些非常罗曼迪克的事情的话 他可能比你期望做的还更好 那前提是你要在感情最开始的时候引导他 你要去多做这些有价值的 有好的一些行动 多说这些话语的话呢 会不断的给他影响 不断的去给他引导 最后呢交出来的答卷比你期望的更好 那另外呢你要记住哦 如果你对他有一分的伤害 他肯定会两分三分的回给你 如果说在每次争吵的时候 你开始就脾气暴走啊 或者是太做作之类的话 或者是讲一些破坏情感的很伤人的话语的话 可能潜移默化的最后呢 每次你们争吵他都会开始比你 嘶吼的声音更大 或者是比你说的破坏情感的话语更多哦 所以呢很可能也会去做一些偏激的事情 在今生你们相遇之后 记得多做一些美好的事情 他会更美好 如果你多做一些偏激的事情 他可能比你更偏激 比你更好 所以亲爱的朋友 记住哦 从今生呢 你们就在建立业力关系了 希望呢 你们像牡丹一样 越来越绽放的顺放 越来越美丽 这份情感呢 你是主导的位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呦 好 那接下来看一下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相遇的呢 第一张牌卡是 权杖王牌 第二张牌卡是五角星二 第三张牌卡是 圣杯四 第四张牌卡是 权杖七 可以看见你们相遇的时刻 是有一种思想碰撞的火花的 你们是由交流引起来的爱的火花 你们呢 应该不是一见钟情 或者是你们在第一次相遇的时候 就对对方有期许了 就想着要跟对方进入恋爱的状态了 没有了 你们可能在第一次见的时候呢 或者是第一次联系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 你们会产生爱情 或者是进入婚姻状态 因为你们有很多外在条件的阻碍 与外在条件的不足了 完全是在意料之外进入的恋爱关系 完全是在意料之外进入的联系 两个人是命中注定了会相遇的灵魂 所以不管你们是在哪个国家 或者是通过任何方式 你们都是会相遇 我看见有的朋友 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国家 或者是不是在同一个城市 有的朋友呢 可能是从网络上认识的 有的朋友呢 可能在第一次交流的时候 都从来没有见过面 有的朋友呢 可能也是朋友啊 或者家人介绍 然后通过这种短信联系的等等的 最初你们都是一种 没有想把对方化成恋人的那种状态 去对方进行交流 去对方进行沟通的 但是呢 当你们开始沟通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人好像蛮有意思的 这个人呢 好像还跟你蛮有这种思想上面的契合点的 或者是他会给你一些很新奇 很新鲜的一些想法 抓住你的吸引力 抓住你的感觉 而你们两个呢 就是那种沟通 然后慢慢呢 变成了这种友谊 从这种友谊朋友呢 然后慢慢升华到互相思念啊 升华到这种更有情感 这种爱恋的这种情绪里面呢 所以看见你们两个人 并不是很快就进入到恋爱角色的 你们有一长段时间的了解认识 并且呢 思想上面的纠结 以及在对于现在外在条件的挑战 你们都一日去克服之后呢 你们最后成为了恋人 最后呢 让这份缘分呢 是把握住了克服了万难 所以你们最初开始是由智力 是由思想引起来 你对对方想要有更多的探索 知心的状态 两个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人呢 两个人都是很有灵魂天赋的人呢 两个人都是非常有能量的人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这一份感情呢 可能来自不易 或者是来的也非常的巧妙 所以这种情感呢 是不断升华的一种状态 是双方都非常清晰的了解 之后进入的恋爱状态 那么当然 当你们进入磨合期之后呢 磨合的会比较少 很快的你们就进入到婚姻关系中 这样讲 你们进入恋爱的状态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从恋爱到婚姻 是蛮短的一段时间的 非常好哦 这个人给你的人生观啊 价值观啊 爱情观啊 以及你们是互相的这种沟通 是完全没有障碍的 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加速 可以与你的正缘预见呢 如何加速你们在一起呢 我们这边有三张牌卡 第一张牌卡就是 放轻松自由 第二张牌卡就是 奉献并且有忠诚度 第三张牌卡就是 玩乐 那么这三张牌卡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首先 对于你可能没有做过的事情 或者是你不相信的网恋啊 或者是你不相信的相亲啊 或者是你不相信朋友介绍的涟漪啊 等等的 你现在呢都要去抱着一个相信的态度 不要去排斥任何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有可能别人给你讲的事情 不合适的或者是不好的 只是站在别人的角度 并不太适合 可能别人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并不代表你会产生这些不好的记忆 所以呢 对于自己人生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情 都不要给予过多的限制了 要给自己不设限制 去更加的有冒险精神一些 就当着玩嘛 就当着去 开心的去感受一下 人生中没有的体验就好了 那任何事情的话都不必太认真 也不必太计较了嘛 放轻松一些好吗 抱着玩乐的情况 抱着结交朋友的情况呢 抱着一种开放的这种心态呢 很可能就会遇见自己的正缘呢 如果有些同事邀约你去参加一些活动啊 参加一些聚会啊 或者是朋友说 我们一起去相亲一起去联谊吧 你都不用拒绝 通通的去感受一下 去玩乐一下就好了 那另外呢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在你现在就可以培养这种奉献忠诚之心 培养人际关系的合作 培养人际关系的配合 在情感的世界里面呢 如果遇见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 或者是让遇见一个让自己觉得 可以天衣无缝 可以顺畅的交流 顺畅的沟通 并且呢双方是可以生活在一起的人的时候呢 就要给足够的信念了 不要因为外在的条件的阻碍啊 或者是不自信不勇敢等等的 这些负面消极的一些思想而阻碍了 你把握自己的爱情 亲爱的 有的朋友呢可能会遇见自己很爱很喜欢的人 但是又很容易松手 可能因为两人有冲突啊 或者是意见不合啊 或者是大家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语言交流 并不是非常顺畅啊等等 总会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 而放弃一些爱的人 所以不要因为外在条件的不足 而放弃自己的爱 你知道吗 爱的能量是无限大的 爱可以克服所有的障碍 可以克服所有的阻碍 哪怕两个人语言不通 只要因为爱 你们都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只要你信念够主 只要你敢勇敢 只要你有忠诚 只要你愿意配合 愿意妥协 愿意努力 愿意积极去进取的话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被爱突破的 是不能被爱征服的 所以呢 遇见自己想好好爱 好好在一起的人 不要轻言放弃 有的人有的爱错过 就不再来了 就不会再遇见了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记得哦 三点哦 第一点就是自己放轻松一些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束缚 另外呢 抱着一种玩乐的心态 去接触新的朋友 去接触新的事物 去尝试做自己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吧 都会让自己的能量得到一个转变 都会让自己持场与自己的正缘 更快的相接哦 那同时呢 在遇见自己正缘 或者是遇见自己心动的人的时刻 不要轻言放弃好吗 相信你做到以上这三点的话呢 那就会快快的创建自己美好的婚姻幸福生活的 好亲爱的朋友们 祝福大家在地球玩的快乐 祝福大家对任何事情都抱着一种充满乐趣的心情吧 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